继承Buff能力跑酷 10巨人拥有极高防御带移速迟缓 机械霸王龙只能一喜能移速增快 谁跑步更厉害 这次是10巨人和机械霸王龙的较量 10巨人虽然防御高带移速迟缓 我还就选机械霸王龙得了 你竟然谁会选个乌龟跑酷啊 当然是我选 上次跑酷给表姐你投机成功 这次我可不会给你放海了 哼嗨 菜就多烈 这次光速度上你就比不过我了 那啥给我便 难道表姐你没听过归兔赛跑的故事吗 虽然我速度慢 但路上关卡多 谁输谁赢还未知呢 咱们走着瞧 你先跑到起点再说 这第一关是毒夜池 这么小一块毒夜池 也想阻止我这个跑酷大神 不过这个就够好吃的 独履平地都不懂 不过既然你都来了 我就把第一次跑的机会让你表听你吧 所以你表第一张的速度 一旦调进毒夜池就会被敬火 果然也是真的好事 今天表姐还真有点让我觉得陌生 居然让我先跑 我看这也不难呀 直接该走的走 该游的游过去呗 我去 这毒夜怎么对表弟无效啊 表姐你不知道吗 词巨人的极高防御是怎么法防御他物理防御 毒夜当然对我没用啦 哎呦 真是搬起石头咱自己的脚啊 韩心 真正的心寒 不是大吵大闹 表姐你怎么才过来 我等你等到花儿都谢了 下一关剧刺墙 这么密集我看你怎么过 还能怎么过 去刺墙四面都有刺 但只有上面没有 我只要跳了上面过去就好了 这样压根不用那些下边的线角 你们准备好学习了吗 上课了啊 我去这把我弄到速度真难以为 表姐果然过不去 那我就先走了 可恶啊 居然让这个小表弟也往两回 接下来我跑人家了 第三关是冰锥阶梯 表姐要通过跑酷上去 我只需要一步一步从冰锥梯上去就好了 虽然表弟你防御膏能万无一失的上去 但只要我一次弄过宝带 还是能快递一步 没准表姐你的打脸时刻又来了呢 我看表弟你就是唐原的猴子 小屁吃 我之前的打脸都是整节目效果 要是认真起来时收屋不老一点 我就是小小的跑酷嘛 要是我掉下去直接吃奥 刚刚表姐你说要吃奥什么来着 我说我要吃奥利奥 刚刚食物就是因为没吃奥利奥 才导致我连眼翻阴手脚不裂 现在吃上奥利奥 我是满血复活 跑酷大神附体 黑暗笼罩万物 我将是黑暗中最后的辣道曙光 还真让表姐过去了 我也得认真起来才行 第四关是下坡陷阱 这可对我有利的很呀 在速度减缓的情况下坡 有充足的时间观察下面的陷阱 并做出及时反应 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 千 以为这样我就没装了吧 今天我要转些秘密器的原始人 旋转跳 在速度足够快的调节下 我们可以走赛乐的旁边 用旋转跳躲避第四个陷阱 或许犹如无人之地 易如複杂 我去 这就是思传已久的武林绝学 旋转跳吗 没想到表姐还有点东西 但东西不多 接下来可是又到了我的关卡 一路上的岩浆石能让表姐你眼花缭乱 而我只需要直线到达就好了 我去 我怎么还狗带了 我的极致防御呢 小表弟 你忘了这岩浆石是从虚光也能取来的终极岩浆 就算你防御再高也后代 所以这里是我的关卡 让一速加长我的岩快离破 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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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气死我了啊 居然大意轻敌了 这次再让我分析分析 最后一关一边是上通无阻的跑道 一边是复杂的陷阱跑酷 根据往期每次走最简单的爆爆弹炸飞我 这次一定是从复杂这边过去 过来 我觉得它没那么简单 先把地水负在那边 那我只好赌一把走另一边了 让我看看 什么个事啊 哈哈 居然没有夸夸大 看来这次幸运就是还去找我这边啊 我去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